明哥 毛澤東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 我不想用好怪這麼簡單的看法 雖然很多人覺得他是大獨裁者 帶來很多災見 但不要從好怪兩個簡單的角度看 實際在歷史上高 他所產生的影響要全面去看 孫中山是我們國父 即是一定是一個好人 雖然是大革命家 但在生日革命之後 他做了很多事情非常大的爭議 但你再看看他在生日革命之後 他曾經想將國土讓出去 給外國人支持他的革命 亦做了很多事情 做個人崇拜 一個黨國的制度 這些大家要了解 去爭論一下 怎樣才可以客觀評價歷史人物? 尊重歷史事實 理性去分析 還給歷史真面目 去全面去看這個人 在歷史裏面所做的事 所產生的作用 這樣評價才有意思 數風雲人物 橫看歷史 大家又到星期三晚八點鐘的 橫看歷史的時間 上一集我們就講 1950年到1953年的韓戰 其實都發現 在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 可以這麼說 在1949年10月1日之後 其實大大小小都打過很多場戰爭 是的 今天我們再講三場 是的 其實如果你計算的話 10月1日之後 其實最先打是打金門的 他是1949年10月1日之後 那不是沒有正式交戰嗎 即是放一炮而已 不是 第一次進攻金門 都大敗 很快就 將軍隊調上去參加韓戰 不是823炮戰那次 那次就是1950年 那次是之後的 是的 第一次古令頭戰役 就是1949年 其實 第三次的戰軍進攻金門 被當時的國民黨軍隊 打了這麼久 是第一次勝仗 否則就沒有了 那你沒辦法了 背城一戰 不過問題呢 如果沒有了 台灣那個 那時候都不是全心 一定要拿金門 我想是戰略上高台後也算了 沒有 為什麼他不消滅這個國民黨 那你來說 台下海峽是一個天然的最好的屏障 這是第一 第二 美國是會介入的 當時的氣氛不同 韓戰之後就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你因為呢 當時國民黨一直敗走 美國人我猜的時候 對於整個丟失中國大陸這件事 那時候他不遺疑 我覺得 他也很討厭蔣介石 朝野也是 也有一些左膠的傳媒人 幫共產黨宣傳 一直覺得 當時共產黨和蘇聯的關係 我相信美國 沒有深入了解 因為毛澤東和史太林是一個這樣的 他們還以為 根據情報 根據民族主義者 根據民族主義者 甚至是覺得 是草根的民主 民主牌 這個就是受那些 Edgar Snow 那些 那些真是拿命的 那些人數音 在延安寫 在搖動寫 那些 政治宣傳作品 這些不是死說 也不是幾十文學 是政治宣傳作品所影響 不過我記得毛澤東說的那些說話 就說留給台灣一個氣口 即是金門 其實金門是沒得受的 因為金門是很近福建 你根本支援都支援不到 如果真的要大軍過去的話 會生氣死你 你想想好像韓戰 其實湯恩伯的部隊 本來守在廈門 結果在日本的指揮官 即是軍事顧問團的建議 其實日本的華北陸軍的指揮官 就是當時指揮金門戰役的軍事顧問 因為蔣介石不知為何 是很喜歡起用日本戰犯 以及在中國作戰的日本指揮官 是做國民黨的軍事顧問 其實湯恩伯的軍事顧問 就是金門博 就是當時華北派演軍的陸軍司令 建議他放棄廈門 他的意思是你守廈門沒有意思 因為內陸已經沒有了 你只是控制著廈門沒有用 即是一個死城 沒得守 沒得守 全軍退守 然後就引葉飛的部隊 渡過台灣海峽 進攻金門 不過你知道 那時候中共基本上沒有什麼海軍 我想就是山板 你想想過長江 渡江都這麼困難 當然那時候 他沒有兩棲作戰的能力 那你沒辦法 那他真的是山溝出來 如果那時候打海戰 國民黨贏 他全簽解岸軍的先頭部隊 登陸金門在古寧頭 大部分被敷 另外全部被屠殺 被國民黨的軍 他有幾個原因 第一 但是這場 他為什麼 毛澤東計算那條數 不可以 那時候來講 去到 解放台灣 用他的說話來講 其實為什麼他不等 打韓戰 是不是這麼急 要抽調福建的軍隊上去 那時候的局勢 我想是 美國 即是金日成 是做很多動作 我們上次說了 其實主要就是 透過他動員 去到 說服史太林 就是將朝鮮半島的形勢升溫 而當時 是的 當時他也是 其實金日成是個人的野心 想統一 朝鮮半島 而這個 這個 這個 史太林就想 拖美國下水 然後就影響整個 這個北歐和東歐的軍勢 那老毛呢 就想打一場仗 第一見一下威信 第二 你就是講過了 找兒子去到幫忙 來參軍 是的 那第三 最重要的是 他就想打一場仗 拿到蘇聯的軍事的技術 就是重要於解放台灣 是的 就是他拿飛機 拿彈特車 拿米鑑機的時候 跟著兵工廠 要叫他找人來 那這個當然是 到最後 就是反面吵架到 5253年的時候 就講核彈 就是要拿核彈 那總之 史太林到死都不給他 那 但是 我們就 祝師就一直拖到去 大家知道 就是 62年 然後就是下一場仗 那這場仗 就是跟著我們所講的三場戰爭 就是 一場就是 中印之戰 中印 不是 中印 1962年 1962年 然後就是珍寶島 珍寶島 就是一個很小型的衝突 但是我覺得 有些人就不當他是戰役 但是值得分析 值得分析 值得分析 看到毛澤東這個人 怎樣去用那個人命 就是所謂局部的戰爭 去創造他自己的政治資本 其實很多人就覺得 這個就不是一個正式的戰役 就不同為印度 中印和中越 因為這兩個是很清楚 調兵顯像 中越 中越也是的 都是調兵顯像 然後有司令 然後有 三十萬部隊進入越南 打了十年 差不多1979到1989 大家不要以為 去初個月之後 1979年2月 17日進入去 3月16日撤軍 不是的 其實是打了十年 這個中越戰爭 是啊 殘忍的程度 是比韓戰厲害的 但是他應該照主要部隊 推回來了 主要部隊 然後就輪換 將那些不同軍區的解放軍 調去老山 主要是 在老山那裡 就一直牽制著這個越南 但是那時候就是一些 兵境的衝突 就不是正式的戰役 就不是正規軍 正式的戰役 正式的戰役 是打了一個月左右 一個月左右 正式的戰役 所以我們今天就講 這三場的戰役 你看到中蘇的關係 和中國內部的政治 其實看中國的對外戰爭 就是看共產黨的對外戰爭 不能純粹看軍事 我覺得 共產黨的一個最重要的思維 是政治先行 政治掛稅 它跟你開拖 跟你握手 包括對香港 我覺得 它將你香港視為敵人 將港獨高舉來打 全部都是它的政治需要 你反過來看 它的中越戰爭 包括中蘇 你說珍寶島衝突 可能大家都死了幾十人 不是說 還有兩天 好像是3月2日 跟著3月15日 兩次 兩次 那就很快 大家叫停 但是看到 反而重要的是 它之後 如何在文革裡面 利用珍寶島衝突 去達到政治目的 1969年 其實就是在文革裡面 如火如荼的時候 好 不如逐樣說 先說 中印 中印戰爭的爆發 就是1962年 那時候的背景是什麼呢 就是中蘇已經正式翻臉 其實中蘇的關係 開始 我們順次說了 其實史達林和毛澤東的關係 是不好的 由來至美也好 毛澤東由來至美 當然知道史達林就是老闆 他在整個第三國際 就是第三國際 共產國際 對 共產國際 派28個人回來 要領導 領導也有很多的指示 但是老毛呢 就是他在他的表面上高 遵守第三國際的指示的同時 他盡量就要走自己的路線 你有沒有留意 在這個共產陣營裏面的國家 是沒有真正的友誼的 沒有的 毛澤東和史達林的關係 也等同於黎筍和鄧小平的關係 就是之後越南的領導人 結果兩個人開拖 可以發展 曾幾何時 包括北韓和中共的關係 為了他死了這麼多人 到現在又是這樣 他們之間 例如你說英美 他們很多時 就算是對很多大問題的看法不同 即是所謂西方陣營裏面 他們國家與國家 真的有一個所謂Friendship 大家是會交心的 這個也有很多分析說過 就是說 根本他因為 在共產國家裏面 就是他大家都是專制的政府 一個專制和極權的政府 領導人的性格 說完事 即是他不和你 是排外的 就是國與國就會衝突 即是他不同的多元的民主制度 即是他不like你 老毛而已 1950年去到蘇聯 這個史太林 就是冷對待對他 直到他要走 蘇聯的史太林 在1953年逝世之後 蘇聯內部的政局變化 令到毛澤東本身有個轉變 會不會 因為黑魯曉夫上台 當然 雖然史太林和老毛的關係 不是特別好 史太林 看到劉宵記 看到彭德維爾的情緒很多 和他反抬 最大的反抬是甚麼呢 原因呢 就是因為他開始批判 人民公社 反抬責體法 和大陸罪 他說整個是錯的 他說蘇聯曾經走過這個人民公社 發覺是不對的 他說馬列主義的人民公社 應該是在先進的國家 生產力去到某個水平 工業化國家 他不應該我們這種農業國家 行人民公社 他說其實蘇聯早期來說 那些合作社 是相當好的 農業合作社是相當快樂的 他說不應該搞人民公社 因為那個更加進一步 進一步集體化 第二就是砌大躍進 這樣就反面了 當他開始砌這些時候 剛剛就是盧山會議 1959年的時候 毛澤東也希望在大佬倒下 史太林死了之後 他自己升上去搶奪 這個國際共產運動領導的地位 都有這樣的可能 因為他越擊的話 後面就跟著他 但問題是這樣 如果蘇聯 一路繼續走回史太林的路線 也都不到你說 我現在看冬之旗 因為他一直向領導開 是領導的核心 但問題是 黑洛耀夫走一條完全不同的路 接著就批判 史太林 同時間接批判 中共當時的三面紅旗 最慘的三面紅旗 是一敗塗地 三四幾萬人 這個老修成老 所以到了1962年的時候 蘇聯突然全部都切掉專家 切專家的同時 燒掉了圖質 做了什麼 冰工廠 接著有些物資就拿走 接著還追溯 所以 相當衰格 對 相當衰格 也是很絕的 所以老毛那時候已經開始 本來已經有論戰 老毛親自執筆 寫的叫做九平 鄧小平 鄧小平幫他負責的 董籌 應該就是 中蘇論戰 鄧小平就是董籌 但是不是鄧小平寫的 老毛怎麼寫得到 鄧小平 鄧小平是組織的人寫的 應該是誰 胡穆那幫人寫的 因為這幫人 所謂理論專家 所謂理論專家寫的 所謂九平蘇貢 後來也在法輪功寫過九平中共 就是有根據 九平中共 就是根據 模特你以前中共 莫達東所寫的九平蘇貢 於是有一個U2事件 剛才寫下一個U2 美國的政策機 對 你做什麼 他又批評他 老毛已經翻臉了 又批評他入侵之他 他說他叫帝國社會主義 那就翻臉了 所以這個中印的衝突 就是那個時候發生 1962年 1962年是很慘的 剛剛大饑荒 其實1962年死了最多人 整個角力是最虛弱的時候 還有很多人都吃不飽 那時候一條褲兩個人穿 那時候 我覺得他是想借和印度的邊境衝突 去轉移 就是drums up 那些人的士氣 因為大躍進失敗之後 其實全國蕭條 但問題是 中印衝突似乎是印度先搞的 黑馬紅防線的爭議 就不是在那時候開始的 但是那時候 尼克魯就好像有些鼓勵 要向戰爭 他就說 中共是沒有理由 這樣管治西藏 因為西藏 但我猜他是知道 中共在裏面的立聯 大躍進失敗之後 裏面的立聯 所以我覺得 就是趁機發位 是不是 那麥克馬紅防線 麥克馬紅防線 其實麥克馬紅防線 已經找到老陣了 那時候 英籍印度的時候 已經涉了涉了很多人過來 因為你知道 那時候滿清的時候 哪裏有清楚的策略 沒有天朝大國 沒有邊界 沒有民族國家 這個邊界觀念 這是第一 第二 那裏是高山盡領 譬如打中印這場戰爭 是在海拔四千五百尺 公尺那裏 那裏 那些軍隊上去 我講 很多人一定不能上去 那些裝備都不知道 怎樣運上去 是很難的 所以根本就完全 第一 沒有空戰、沒有海戰 第二 綠戰都好 都不是用機械部隊的 那但是呢 當然 就是中共的軍隊 打了那麽多戰爭 又是黑虎內勞 你敢不夠他打的 所以第二個 加上他反攻的時候 就打到印度老散 因為他也是 因為有在西藏 高山作戰的經驗 哦 和印度軍隊的紀律 是不行的 真實話說 不是的 印度也防守香港保衛戰 不過很快就倒了 那時候就是 林彪領導 也是用一個運動戰的方式 很快就打倒了 但是打倒了之後 就好笑 曾經有人說過 這場戰爭真是好笑 他贏的人 就什麽都得不到 好像輸了 輸的人反而是 得到土地 為什麼呢 因為他打完之後 其實已經推進了很多 突然間縮 突然間 他在彈方停戰 然後還倒退了 馬克馬王防線 20公里 還在開戰之前 所以那個邊界更少了 是的 總之他就不想再跟印度軍接觸了 但是那時候已經打到他散了 已經 好明就贏了 已經擊倒了印度軍隊 擊敗了他的 這個就是所謂 我們經常用這個 保加衛國 保疆 衛國軍運的概念去理解 這些所謂的外戰爭 但是你只要細心看一下 是的 你剛才說中印戰爭 韓戰也是 你知道現在鴨六江 其實是中國與北韓共管的 鴨六江上面很多的島 是送給北韓的 本來是屬於中國的 送給北韓 還衰過韓戰之前 還衰過韓戰之前 可能那時候覺得 社會主兄弟國 同志家友好 包括 一會兒說中越戰爭也是 中越戰爭之後 去到1990年代 中越關係正常化之後 泥損死之後 然後 蘇聯瓦解之後 再江澤民年代 跟他再談過中越邊界 也是把魯山和法卡山 即是經常打的 山裡面的一部分 給予越南來的 不知道是不是天朝大國 特別慷慨的 其實中越戰爭 是另外一個故事 中越戰爭那時候 適合鄧小平 先說中蘇 中蘇 中蘇 1962年之後 到1969年的中蘇戰爭 那時候關係沒有好過 你看看我們找到一些中蘇戰爭的 這個珍寶島衝突的歷史圖片 這個主角人物 可能大家 這個就是當時我讀書的時候 我不知道阿仁哥有沒有去過 北京的軍事博物館裡面 陳列了一架叫做T-62的蘇式坦克 就是這架 這架就是在珍寶島衝突裡面 被中國的地雷炸了一個理帶 跟著 本來蘇聯當時很先進 T-62 就不想被中共拿走的坦克 就用炮彈不斷炸烏蘇里江的航面 就讓那些兵裂開 讓坦克沉下去 沉了下去 沉了下去 被中共撈上來 撈上來之後 就放在軍事博物館裡面 展覽成為中蘇衝突的紀念品 就是這架T-62坦克 那些正規打仗 你看 在北非二戰 這個沙漠之戶 人家都說了幾百架坦克 打到坦克都爛了 州的沙漠也是 歐洲也是 這個衝突就只有一個坦達 其實很搞笑 真寶島衝突的性質 跟1967年沙頭角槍擊事件有點相似 我覺得 當時的黑龍江軍區司令收到指示 就是要部署去襲擊 主動 在1969年的3月2日 在烏蘇里江選擇了一個地方 叫做珍寶島 就是在那裡襲擊 經常在那裡巡邏的蘇聯邊防部隊 不是正規軍 是蘇聯的邊防 那時候是一人一決的 這個珍寶島 是的 因為在烏蘇里江選擇 他就找了一個高地 就在一個高地裡面去襲擊 最好笑的是什麼呢 就是後來我看大陸的宣傳片 他們就是那些哨兵 因為那裡很冷 晚上在那裡潛伏 用什麼方式去頂住這麼冷的天氣呢 就是帶著這個移窩頭 是怎樣的 就是那些最烈的白酒 中國的白酒 但是後來醫生解釋 就是喝了二窩頭之後 血管擴張 其實會再動一點 噢 這麼嚴重 其實是主動在1969年 去製造一場的邊境衝突的 他是主動指派當時的部隊 去伏擊蘇聯的巡邏部隊 好了 3月2日伏擊就成功 因為殺過措手不及 但是到3月15日 對方就反擊了 對方反擊就出到坦克 出到裝甲車 誰知道中國的反坦克武器 在那時候完全發現 是打不進蘇聯的坦克的 就是在第二次衝突 在第二次真寶島衝突之後 很快就召停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解放軍第一沒有甜頭 我覺得他已經達到目的 因為當時你看到文革 整個共產黨的正常 反操守 對方的運作都停了 原來在1969年4月就召開九大 第九屆全國代表大會 而九大裏面 一位在烏蘇里崗上作戰的英雄 出席九大會議 原來為這個展示 對 為了4月14日的九大會議 一位叫孫玉國 我相信在那個年代長大的 在大陸讀書的 或者在那裡生活的人 都應該見過孫玉國的樣子 因為他是雷鋒去宣傳的 在1969年的時候 就是這件 只不過是一個很基層的步兵 但最後你知不知道他升到什麼位 升到什麼 瀋陽的副司令 瀋陽軍區副司令 你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這個好笑 這個孫玉國就是當時 成為這個樣板英雄 就周圍去講 他怎樣靠毛澤東思想 在烏蘇里崗成功伏擊 蘇聯的部隊 在九大會議裡面 那張相片很經典 就是毛澤東在主席台 他站在前面發現 匯報在九大裡面 匯報中蘇珍寶土衝突的實況 然後匯報之後這張相片 就是他轉眼 跟毛澤東握手 接著隔壁是林彪 老毛很喜歡做這些 什麼陳永貴那些 做一些樣板 其實老毛最喜歡 那時候那些人大 各個少數民族 婦女 在開會 萬邦來朝 跟一方大一路一樣 真的很好看 那大家不是開會 這就是文革出的時候 孫玉國的郵票 所以為什麼上次你的聯想力這麼好 就說 這個 這個 毛岸英 出來就是要做這個 當然 你真是好 你想到這個 1969年 當時 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真寶島衝突 在九大會議召開之前 全國舉行反蘇修集會 根據《人民日報》的報導 參與過集會的人 是有四億人 嗯 老毛其實我覺得真的很聰明 他是去策動一場真寶島的衝突 那個邊境衝突 其實跟拿回中國失去的疆土 是完全沒有關係 還有一個很小型的衝突 也不是一個戰役 對 也不是一個戰役 不過他製造了這場衝突之後 製造了英雄 然後就發動整個 所謂反蘇利去吹谷那個文氣 因為文革到六八年開始亂了 由六六年到六八年 六九年召開九大會議的時候 怎樣再把自己的地位 控制到局面 我覺得他是很成功用一場 中蘇的邊境衝突 1967年的沙頭閣事件 我覺得性質很相似 然後首都你記不記得 就是反英 然後就是火燒英國代辦處 其實蘇聯的領事館都被攻擊 其實是珍寶島衝突的翻版 六七年那個沙頭閣 其實當時不是槍手 也不是民兵 是廣州軍區的部隊 沒有著軍服 然後攻擊 港英這邊沙頭閣的警署 打死了警察 是用到追擊五個 是用到重部槍 機關槍和追擊部槍 不是普通的民兵 那些警察為什麼要打你的左論 沒有了 到他增援的時候 那些人已經走了 因為他已經設定好機槍陣地 這樣射你 他不是民兵之間 大家一言不合 當然那個做法 就是沙頭閣的做法 就未必是 我想都是文革小組批 四人小組批 四人小組批 是不是老毛 後來周恩來出來做好人 出來收拾殘局 但是這個珍寶島衝突出了孫玉國 都挺搞笑的 你知道嗎 他就步步一路升官 就由一個普通的基層的士兵 就成為中央候補委員 成為瀋陽軍區的副司令 結果1976年被捕 又是四人幫 四人幫倒台之後被捕 老闆說黃鴻民也是這樣製造出來 陳永貴是一個農民 真是穿著草鞋上去開會 你看看他的樣子 全面的皺民 陳永貴 陳永貴已經被捕了 孫玉國還未被捕 現在還在 其實他被捕後審查了一兩年 後來放出來 黨內維紀嚴重警告 隔除了軍籍之後 去了一些軍方的工廠做 然後就快要倒閉那些工廠 其實很慘 就是那些工廠裡面 他都沒有黃鴻民那麼慘 不用坐牢 大哥升到國家第一次主席 不用坐牢 叫他去見外賓 腳亂了 叫他去巡邏 他都不會巡邏 帶他去做這些人 英雄人物 就宣傳打敗蘇聯 實際上真寶島的衝突 一邊死了58個 即是中共這邊 蘇聯那邊死了68個 你說誰贏 但是還有一件事 暗中 其實蘇聯那時候 這個老毛已經跟美國在談 又沒有機會 已經在外地有接觸了 但是最重要的是 真寶島的衝突之後 怎麼緩和呢 是柯西金秘密探訪中國 但是那時候就是胡志明死了 這個也很奇怪 當時很多人以為真寶島衝突之後就完結 其實不是 蘇聯有復仇 就是1969年的8月 在新疆復仇 又是越過邊境去襲擊中國的邊防部隊 打死了79個共軍 中共到今天都不提這件事了 其實他不是在親寶島復仇 他在新疆復仇 他在新疆復仇 然後柯西金訪華 當時老毛又不知道為什麼 就說 其實他的訪華是假的 有到北京嗎 有 但是當時老毛覺得 蘇聯所謂伸出橄欖枝是假的 他是想跟中共全面開戰 所以你記不記得1969年之後 跟著這個劉少奇 當時已經抓了 他在開封死的 在河南開封監獄 很多人問為什麼他會籌集在開封 原來那時候老毛就下了一個命令 林彪做了一個叫一號作戰指令 是要求中國全面避戰 然後所有領導人不要集中去北京 全部分散在各地 老毛去了武漢 其他的鄧小平去了廣東 連在坐牢的劉少奇 那不是領導人 到疏散 疏散去河南 一徐向前也是 不是不是 劉少奇是要他死的 都是在河南 劉少奇很清楚 是要他九大之前要死的 九大之前 是的 但那時候他應該 疏散的時候 不是為了保護他 劉少奇 不知為什麼 但我覺得他是有意識 去拉高中蘇矛盾 去鞏固 毛澤東的地位 我覺得是 這個是的 令到所有領導人都不敢 因為文革和他反面 這個整個文革 第一號的敵人是劉少奇 打倒了 碎在你身旁的哈魯妖夫 是領導裡面的 潛伏在我們領導裡面的哈魯妖夫 哈魯妖夫就是蘇共的領導 中蘇決裂之後 這個就是最簡單的 所以他一定要維持 和蘇聯是勢不良的 和一個準戰爭的狀態 起碼是不能說 這個文化大革命 其實就是這樣 但我覺得毛澤東很聰明 其實到今天共產黨 都是很狡猾 狡猾地用什麼呢 是拉高外部的矛盾 來處理它內部的問題 我們看共產黨今天 你不可能純粹看他的字面 怎樣去和日本 周邊 譬如越南 在南沙問題和美國等等 這些衝突 他越是在南沙採取一個 很aggressive 的 比如遊戲機場 其實是看到他內部的問題 珍寶島衝突很明顯的 就是文革如何修科 你怎樣鞏固 那些人已經開始質疑文革 因為你打碎了黨機器 還有很多幹部 其實是不妥無阿東的 那你就將國家 擺進一個準戰爭狀態 這就是很多人 對共產黨的戰爭 我覺得死亡的人 其實是很可憐的 死亡的人 那他們由來自被 使人命而吵架 是的 當然你說抗日戰爭 死亡的人值得尊敬 包括在緬甸作戰的 國民黨軍人 甚至是共產黨軍隊 抗日死亡的人 其實我覺得是值得尊敬 但是很多時候這些 是因為政治的謀略 而是將軍隊送上前線 這些我覺得 令到別人很難 所以你看到為什麼 中國人很難 到今天去歌頌那些戰爭英雄 和美國和蘇聯 都很不同 我想對抗日好些 抗日不行 因為共產黨說自己領導 現在轉了 但是你都不敢歌頌那些人 在中華民國歷史裡面是好些的 台灣當然不會 但是你想想抗日 這麼多九十周年 現在他不會多說 他都不敢多說 他都是說由共產黨領導的 這個改變 他在主要戰場都承認的是國民黨 近來有些改變了 但是他不會公開紀念陣亡的軍人 當然不會 他當然不會 因為那些 其實他就覺得是內戰的時候 敗軍之獎 他自己的又不歌頌 因為每個人都鬥死 他自己的抗日英雄 每個人都鬥死 這個真的 之後那幾場戰爭 你想想韓戰 你看到南韓 居然有中國軍人 無名紀念碑 紀念墓碑 但是中國 他自己都不敢 他自己都不敢 去歌頌韓戰 現在 只是丹東有個紀念館 抗美援朝紀念館 現在在越南 即是廣西雲南的前線 還有一些中越戰爭的烈士領 那個就是比較大規模的 其實你那些中越中印 沒得比 就算兩場都是正規戰爭 中蘇這個就是衝突 那兩個正規戰爭 但你的級數 比起韓戰來說 沒得比 是啊 大十倍的韓戰 死的人都是 十幾萬人 是啊 但是最慘的全部都是 而且最慘的都是 不是悲壯 不是悲壯 悲良 真是悲良 真是順利 美國老闆要人肉 來接我的子彈 之後發生在中越戰爭 所以這個真寶島衝突 我覺得 完全是出於一個政治的需要 就是當時覺得 是要拉高和蘇聯之間矛盾 而將和蘇聯的鬥爭 將它轉化成為國內 去打倒劉少奇的一個正當性 還有呢 竟然可以當他罵 這個階級的人罵得這麼厲害的時候 他們已經暗中接觸美國 然後很快就是 中美建交 你怎麼想得到 這個世界 老毛是什麼都可以 還有就算你不要說老毛 我們休息回來說 這個中越戰爭也是 1979年 中越戰爭3月2月17日開打之前的一個月 鄧小平訪問美國 見總統卡達 親自將中國攻打越南這個計劃 通知美國人 是嗎 是的 通知美國人 我們稍後說一下 鄧小平 為何會在那時候選擇 用這麼大規模 30萬地面部隊 去進攻越南 我們休息一會兒 好 你平時吃不吃咖喱飯的呢